字幕志愿者 blam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香港滬木球代表隊的成員 大家好 我是定暢 鍾尚程 我是劉意奇 埃 老唱 滬木球呢 其實就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由一位台灣人發明 十多年前引入了香港 暂时来说香港是在大专界比较成熟的 现在都有8间大专院校参与在大专杯的比赛当中 而其实都在中学的界别里面开始普及起来 既有些中学生他们会出去出国比赛去参与青年做的比赛 其实木球在世界各地普遍都会被称为木球 但是香港因为木球这个字已经被我们的cricut 木球组会注册了 所以我们香港就会吃一个英文的wood ball 做一个木木球 另外可能很多人都会将木木球和门球混淆了 但是其实我们的木球是比较和哥尔夫球相似 大家两个运动都是比较个人的 还有两个都是在一个指定数量的球道队完成比赛 当打得干数越少的就会是胜出者 木球所需要的球具非常之小而且简单 又叫做平民哥尔夫 在初期的时候所有球举都是用木造的 现在就有合金造的球杆和球门 借需要一支适合个人长短的球杆 一个木造的球球 一个球门和一片草地 就可以玩这个运动了 有没有觉得这个器具好像一片运动呢 其实当时我们那位台湾人发明木球的时候 是有一段谷的 说到木球的起源 就不能不提我们国际木球总会会长 企创办人欧榮辉先生 他热爱高球 但深感到高球的场地和器材限制甚大 而他喜欢和朋友杯酒言欢 有一天他灵机一触 发现啤酒的酒瓶和红酒的酒杯 适合造成球具 加后他又发现到 家楼梯扶手上面的木造球体装饰 大小盒色可以用来作为击打的球 于是他采用了酒杯作为门中间的装置 当球穿过门 杯向上回 就会象征着完成球道干杯庆祝 而啤酒瓶就会成为球杆极球的部分和门的两支支柱 而我们的球具就此诞生了 接下来介绍木球的基本技术 攻门 攻门是指 完成一条球道最有必需要的一杆 当球打到合式的距离 面向球门的时候 球员就会稳定下身 透过肩膀和肝 形成中摆动作 推送过门 当球完全穿过球门 就为之完成一条球道 然后是中杆 或者叫做修正杆 这是攻门的延伸 在球道发球之后 球还未到攻门范围 就需要根据距离 控制较大的上杆幅度去击球 令到球可以进入到攻门范围之内 轻松地完成球道 最后是长杆 这个动作最讲求身体各方面的控制 讲求高度稳定 而且击球距离远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动作似曾相识呢? 对了 这个动作和高球的揮杆相当接近 但大家可以留意到 因为活木球干身和球的重量更加重 所以更加讲求力量的控制 而球也因为重量和干面设计而不会飞起 我们会在长球道开球时使用 比赛分干素赛和球道赛 两者都有双打形式的比赛 一场干素赛通常以12条球道作为单位 二种干素小的人为胜 我们会用线来勾画出不同形状的球道 有直线、L型、U型等等 每个球员有大概20秒去准备发球 然后同龙组的球员就会轮流发球 Azac把球打出界OB 因为球道被高球扎 所以出界偶有发生 球员会走到自己的球的落点继续比赛 通常落点教后者会先打 在这里 亭亭成功用两杆完成了这条球道 而Azac就需要在出界点夺出两杆头 乘一直线的位置放置他的球 然后继续打 但因为OB的关系 所以要负一杆 所以他打进这球 他最终要用三杆完成 而攻门之后 礼仪尚要求球员用手把杯子制动 而雙打的比赛规格基本上都是一样 无论是双打干素赛或是双打球道赛 都是跟拍档一人一杆地去完成球道 Azac发球去到满线 然后现在就到亭亭继续打了 亭亭成功用两杆去过门 这对拍档最后就用两杆完成了这条球道 相信大家现在对活目求都有基本的认识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点的话 欢迎点击下视频的视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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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